你拿呀? 放进去呢 这是收写贺卡 送老师的 写不写呀 马上看教师姐了 你写不写 你写不写 我写不写大爷 我要给你写 你不是给那老师写呀 你也是我的老师 那你给我写不呀 你给我写贺卡 你用北写呀 你写这都是反给那老师的 你又不是反给我的 你也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姑姑 那你也没有给我写呀 你也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呀 走走走走 干什么去啊 我也去我也去 你别再给我 勾一把话呢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给你勾一把话 走走走 向前 走咧 那么一 咋咋啦 你也别送给我留啦 你就是用这半个腰子 赶快把第三个了 油温可味备了 是呀 你也别给我瘪啦 把油温备不了 把油温备了 油温了 油温可味了 把第三个备了去 先走走 这是今天的作业 今天这节课 咱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待会我把作业发出来 一定要认真的写 谁的作业 给我聊聊操操 马马虎虎的应付啊 开学以后我会收拾你的啊 等着啊 听到没有 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刘老师 忘记的直播课 语文结束了 应该到十点半还有一节数学课 它就是有的老师会讲课 有的老师会看的还是同步课堂 看完之后他们老师会讲一些联谊题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疑问 就是问我需要上不上网课 我们有统一的网课 也就是有排的课程表 我负责的还是七年级生物和九年级化学 因为是跟去年的课程是一样的 至于开学了是怎么安排课程呢 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呢是怎么工作的呢 怎么督促学生的呢 就是按照课程表的时间嘛 如果说该上生物了 然后我就提前就是上课之前 把那个这一节的网课的链接 发到那个群里面 让学生去看 看完之后 然后去给学生留作业 然后就是解答嘛 今天上午第三节课 11点20的时候还有一节化学课 然后学生在上网课之前 我首先都要把就是网课看一遍 然后给学生解答 给学生留作业嘛 哎呀就是我们呢 就是1点2的内容嘛 比较多 知识点比较多 而且比较碎 就是化学实验室之旅 我就是怕学生有一点 就是在家里面 自制力比较差 不愿意背嘛 我在 其实我在就是上网课之前 给学生都发了一段话 其中有学生不是加我微信了吗 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开学之后 每个同学都跑不掉 我都会提问的 我就是特意强调了这一句话 原因就是想让学生在家 家里面 家里面空间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嘛 他们能够自制力好一点 能够相互背一背提问提问嘛 好了 我现在先去上网课 我现在先去上网课